今天,张欣宇在微博突然宣布,自己的结婚的消息,而男友正是之前专门中的圈外人和杰,两人在今年一月份开始谈恋爱,八月份结婚,这速度可以说得上是闪婚,但也侧面证明两人爱得火热。 张欣宇的丈夫和杰是一名武警警官,目前是尚未挺衔,武警特战指挥员,武警特战队员,武警军官,还外警卫队员,军功卓著,曾荣获个人二等功两次,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武警部队终极反恐特殊人才,荣获武警部队师大中成卫士提名奖,同时还参加过神权骑兵,极限挑战,一战到底等综艺节目。 两人缘起是去年湖南卫士的真人秀神犬骑兵,何杰在里面是教官,在节目里,何杰为张欣宇剪去了长发,女方膝盖受伤何杰,以为她心疼,可以说两人在节目中就已经按结下了情缘。 据悉,在节目结束后,张欣宇还经常回到君看望节目中搭档的军犬,在这段时间里两人才走得更近。 不少网友捋顺了两人的恋爱关系后,曾荣评论称,简直是言情小说现实版,女明星和帅气男军官,偶像剧都拍不出来那么浪漫的剧情。 好,好今天,我的画面是最何亘据的飞 ног,然后净有想念的透明